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它在文化上是具有的不同于西罗马帝国的特征 而且它也并不实际上拥有罗马这个城市 那么它流行希腊语信仰东正教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拜占庭 就君士坦丁堡这里 那么拜占庭的这个名字最初指的 就是位于波斯布鲁斯海峡的古城拜占庭 因为它最早在希腊城邦时期建立的人叫白扎 所以由此而得名 那么在公元330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 在这里建立了 在这个固执上建立了一个新城市 当时把它叫新罗马 那么后来也用它的名字 用它的名字命名呢 把它叫做了君士坦丁堡 那么君士坦丁堡呢 就一直作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此后君士坦丁堡迅速的发展 成为碧中海地区的第一大城市 这个呢 是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教堂上的一个镶嵌画 表现的是君士坦丁大帝 向耶稣献上新罗马城 那么当热尔曼人袭来 其实东罗马帝国同样也受到了热尔曼人的侵扰 但是呢他凭借了自己的实力 抵抗住了蛮族的入侵 渡过了南关 后来呢又逐渐的恢复了生机 并且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又维持了一千年之久 那么当热尔曼各部落灭亡了西罗马帝国 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系列 日尔曼王国之后 那么在这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查斯丁尼一世 历经图治 梦想着能够从整河山 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辉煌 这个是君士坦丁堡的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而且呢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宗书 东西方就是经济地位也非常重要 首先来介绍一下拜占庭帝国的新王 拜占庭帝国第一个重要的时代呢 是在皇帝查斯丁尼一世统治时期 也就是查斯丁尼的时代 查斯丁尼时代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黄金时代 查斯丁尼本人是也是拜占庭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 他生于乱世 出身平民 出身低危 但是呢他野心勃勃 精力过人 他为了实现恢复罗马帝国的梦想 一生发动了多次对外战争 这个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的 公元476年拜占庭帝国的大治疆域 那么查斯丁尼皇帝一生多次发动对外战争 梦想着收复失地 恢复对地中海欺负地区的控制 那么这是发动了汪大海战争 哥特战争以及波斯战争 那么在查斯丁尼去世的那一年 公元565年 地中海又重新成了东罗马帝国的内海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期 这个疆域大大的扩大了 然后在公元600年左右 在查斯丁尼死后 拜坦平帝国又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州的大帝国 似乎罗马帝国又重磅光辉了 但是呢 在这个查斯丁尼晚年的时候 正要在他实践这个重整河山的梦想的时候 君斯坦丁尼宝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瘟疫流行 瘟疫流行 那么这次大瘟疫呢 使得无数的人死亡 帝国的元气大伤 查斯丁尼呢 功亏一篑 所以在他死后 连年的征战呢 也使得拜坦平帝国国力浩劫 民穷财敬 那么在查斯丁尼死后呢 他征服的那个西地中海地区的领土呢 又渐渐的丧失了 那么在查斯丁尼在位期间 他还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 罗马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之一 罗马法 罗马法的一个重要的法典 是罗马民法大权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查斯丁尼皇帝在位期间 主持编撰的 他在位期间呢 先是组织了一批法学家 把这个罗马帝国 自从哈德良皇帝以来 罗马时代的所有的这个法律文件 都收集整理 并且呢 三番就简 整理汇编成了一部 查斯丁尼法典 查斯丁尼法典 后来呢 他又陆陆续续的 把当时著名的法学家 对这个法典的解释 阐述 又整理出版 成为了法学汇编 和那个法理盖要 最后呢 在查斯丁尼的统治末期 他就把 在他即位以来的 所有颁布的这个法律文件 都整理 编撰成了查斯丁尼新律 那么这四部 合起来 合称为 罗马民法大权 这部呢 是 民法大权呢 是欧洲历史上 第一部 系统完整的法典 那么他后来呢 也主要去运用于 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 并且最终成了 整个欧洲地区的 法律基础 在查斯丁尼去世之后呢 拜占庭帝国就相继 陷入到 内万交困的危机之中 政变频繁 外敌入侵 特别是周围的波斯人 后来阿拉伯人 这些民族的围攻 更加剧了危机 比如我们看到的 这一幅图呢 就是在七世纪 阿拉伯人围攻 君子产名堡 在这个七世纪的三十年代 刚刚在伊斯兰教 统一起来的阿拉伯人 在近东兴起 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呢 迅速地征服了 叙利亚 巴勒斯坦 米苏不达米亚 小亚的部分地区 以及北非 那么富庶繁荣的 这个拜占庭帝国 也是他们 这个征服的目标之一 那么后来 拜占庭帝国呢 在阿拉伯人的强攻之下 渐渐地失去了 大片的土地 而阿拉伯人呢 又从海上来进攻 君子坦丁堡 而这个时期的 拜占庭海军 凭借了一件秘密武器 这个掌握的制海权 那么这个秘密武器呢 就是后来 令阿拉伯人 闻风丧胆的 希腊火 所谓的希腊火 是一种配方 至今是神秘的 这个就说人们还不知道的 一种助燃剂 那么它呢 是主要成分的 大概是石油 树脂 硫磺 灰发油 等等 那么是一种 粘稠的液体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它呢 是从装在 半战亭的 这个建枝船头的 那个青铜柱的 那个狮子头或者弯的 弯形的管子里面 喷射出来的 它利用这个 红锡的这种原理 那么喷射出来 那浴火燃烧 浴火燃烧 它就能够焚烧敌船 使得敌船的无处可循 当来势汹汹的 阿拉伯舰队 这个直扑 军事坦丁堡城下的时候 那么拜战亭的海军 就凭借了这件秘密武器 击退了阿拉伯人 使得阿拉伯人 闻风尚胆 所以他们呢 就保住了 军事坦丁堡城 这个可以看到 在后来的 这个拜战亭帝国的演变 那么它的 疆域在不断地缩小 那么我们 上一次课讲到的 这个十字军东征 在第四次 十字军东征中 那些来自于西方的 信仰基督教的兄弟们 洗劫了 军事坦丁堡 在洗劫里面 那么之后呢 军事坦丁堡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西欧人的统治 到1261年又回到了拜战亭人的手中 那么这个时候的拜战亭帝国已经是风雨飘摇四分五裂 他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在13世纪末期 帝国所拥有的领土已经是很小的 只是在军事坦丁堡周围的一些领土了 帝国又苟延残喘地维持了将近两个世纪 那么直到后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兴起 就是在1453年最后占领了军事坦丁堡 拜战亭帝国才最终灭亡 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军事坦丁堡之后呢 不久也迁都于军事坦丁堡 并且把这个城市呢 就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语里面的意思呢 是伊斯坦之城 因为这个拜战亭帝国几乎所有的居民呢 都信仰基督教 他们信仰的基督教的教派呢 是东正教 所以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东正教及其传播 在395年东西罗马一分为二之后 这个基督教会也分为东西两个教派 东派教会呢流行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 讲希腊语的地方 讲希腊语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拜战亭帝国 而西派的教会呢 主要是以拉丁语为主要的宗教语言 而东西两派的这个教会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那么直到1054年 东西教会最后分裂 而西派的教会就称为天主教 天主教 天主教的意思呢就是全世界的公教 公教 普遍的全世界的普遍的公教 那么他们使用的宗教语言呢 一直是用拉丁语 而东派教会就标榜自己是正统的 因为它是一直从古罗马延续下来的 没有被异族人占领过 所以他们认为标榜自己是正统的教会 正统的 所以习称呢 东正教 习称东正教 那么它的宗教语言呢是希腊语 而东正教呢 也是一直谋求向外发展 向外传播 向外进行传播 那么东正教对于 拜占庭帝国以外的地方传播呢 主要是面向巴尔干地区 这个以及东欧的斯拉夫人 而在这个东正教向东欧的传播过程中 拜占庭的教士希腊尔 以及他的兄长美多德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希腊尔兄弟 主要是在当时的中欧和巴尔干地区 已经在南欧的斯拉夫人中进行传教 因为当时的斯拉夫人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 希腊尔兄弟呢 在传教的时候为了传教方便 他们不仅学会了斯拉夫语 而且呢 他们呢 用希腊字母给斯拉夫语注音 就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字母体系 就是后来叫做希腊尔字母 希腊尔字母 那么希腊尔字母呢 是现代的俄语 塞尔维亚语 保加利亚语的基础 所以希腊尔字母的这个创建呢 也为斯拉夫各民族文字的起源 也是他们的起源 希腊尔字母体系的创建 在斯拉夫的文明发展中呢 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们也就 因为有了文字 也就标志着 斯拉夫民族文明化的开端 而在希腊尔兄弟的传教影响下 当时的保加利亚国王 鲍里斯一世就宣布 接受东正教为国教 那么这个保加利亚国王呢 还把他的儿子希盟 送到君斯坦宁堡 去学习 学习这个全面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这个知识 就接受全面的教育 后来当希盟回到保加利亚以后 继承了王位 他就把这个 就是把拜占庭的那一套 政治经济文化的这个制度呢 全面的推行到保加利亚 所以呢 保加利亚呢 也就后来成为了 传播拜占品文化的一个中心 就像保加利亚 再往旁边进行传播 像这个 所以后来东正教呢 又经过保加利亚辗转的 传入到了塞尔维亚 在东正教的传播过程中 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呢 是东斯拉夫人所在的 这个基辅罗斯公国 也接受了东正教 就是俄罗斯人也接受了东正教 那么关于这个俄罗斯人呢 就是这个也是有一个传说 因为相传呢 当时的东斯拉夫人的 社会经济水平比较低 他们这个社会秩序比较混乱 就自己缺乏管理能力 就于是呢 就邀请北欧的维京人来进行管理 来进行管理 这个也就是传说中的叫 招王建国 招来一个国王 就招募一个国王 所以当时的维京人的首领呢 叫做刘里克 所以他们这个兄弟呢 因东斯拉夫人的邀请 来到了诺夫哥罗德 来到诺夫哥罗德 然后帮助这个东斯拉夫人 就建立起了古罗斯国 所以在862年呢 建立了古罗斯国 那么在此后不久 他们的继承人 又去攻打了基辅 这个城市 后来呢 就把首都呢 迁到了基辅 那么由此呢 就开始了基辅罗斯公国的统治 那么罗斯人和这个斯拉夫人啊 他们都最初都是信仰 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 所以他们在建国的过程中呢 就面临着文化的转型 从原始的宗教 要转向真正的宗教信仰 就是一神论的这种宗正信仰 当时呢 这些东斯拉夫人 他们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呢 也接触到了天主教 也接触到了东正教 还有犹太人性的这个犹太教啊 包括伊斯兰教啊等等 他们都接触到了 当时的这些教派呢 也都想来争取 这个东斯拉夫人 争取这个 那么使他们成为自己教派的信徒 据记载呢 当基辅罗斯的大公 布拉基米尔这个 这个继位以后呢 所以他专门就派使者 到不同的这些地方 信仰不同宗教的地方 去进行考察 进行考察 那么使者回来以后呢 他就听这个使者汇报 然后呢 他首先就拒绝了 伊斯兰教 他认为 因为说伊斯兰教 这个教规里头呢 是叫戒肉戒酒 戒肉戒酒 禁止喝酒精饮料啊等等 就是这个禁止吃猪肉 是吧 所以他觉得说 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一大乐趣 怎么能不喝酒呢 是吧 所以我们不信伊斯兰教 那么 后来呢 他也拒绝了犹太教 为什么呢 他认为犹太人的上帝 太软弱了 他连保护自己的子民 留在耶路撒冷的能力都没有 这个犹太民族 一直都颠沛流离 没有祖国 所以我们不信那个上帝 他也拒绝了犹太教 那么他也拒绝了天主教 为什么呢 他认为天主教的仪式 太繁琐 太复杂了 说我们从中呢 看不到上帝的荣耀 但其实这个呢 是表面上的 这个表面上的 因为我们讲到 中世纪的这个封建 西欧封建社会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世俗的王权 受到天主教会的很多制策 对吧 所以这个王权会受到 教权的这个制约 所以弗拉基米尔也拒绝天主教 我们不想受到教会的那么多管 不想受到那么多制约 所以最后呢 他们选择了东正教 最后选择了东正教 这个当然理由呢 就是表面的理由呢 是说这个当时 从君寺坦丁堡回来的使臣 向弗拉基米尔汇报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说他们来 使臣说我们去了圣索菲亚教堂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置身于天堂 还是人间 因为人间没有这样壮丽的景象 所以我们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那种壮丽的景象 所以听了这个汇报以后呢 弗拉基米尔就决定选择东正教 但其实选择东正教 它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因为在拜占平帝国 东正教会是受到 这个世俗王权的控制的 所以他就选择东正教 是有这个实际的理由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是维京人的那个船 这种船是维京人的船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在1862年 诺夫哥罗德建的一个千年纪念碑 就是纪念琉里克兄弟 来这里建国 一个千年纪念碑 在公元988年 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本人受洗 皈依了东正教 那么他也强迫全体成名受洗 全体都皈依东正教 接受东正教作为国教 那么这幅图很有意思 他命令所有的居民 都跳路地涅薄河 由希腊神父去施洗 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去受洗 所以他全部跳到那个 然后希腊神父集体受洗 集体施洗 所以后来的编年史里面 记载了这一幕 说看到如此多的人能够得救 天上人间一片喜悦 那么弗拉基米尔归一东正教 是俄国古代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从此以后呢 俄罗斯民族欧洲化的进程就开始了 从此呢 俄罗斯人广泛地接受了拜占庭的政治制度 接受了拜占庭的文化 就是俄罗斯的绘画艺术建筑风格 也是在拜占庭文化的基础上 融合了自己民族的因素 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文学 也是以希腊尔的字母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建立在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 不仅名称和军散兵堡的圣索菲亚教堂一样 而且建筑风格上也非常相似 它的富力堂皇的程度也毫不逊色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 皈依东正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拜占庭的影响 是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促进的因素 但是呢 我们也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这个影响 一方面呢 是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同时呢 也有消极的一面 那么对于 因为俄罗斯人所借鉴的呢 是成熟了的 这个拜占庭的一整套的 政治文化的这个影响 那么无论是建筑啊 还是文学啊 等等这个政治制度 这个一套成熟的这个文化的 全部人接受以后呢 实际上是阻碍了俄罗斯民族 本民族的那种新兴民族的 创造力的潜能的发挥 潜能的发挥 同时呢 因为俄罗斯人接受的东正教 那么同时在 他在接受东正教的同时呢 俄罗斯人也接受了东西教派的对立 就是他只和东边 东正教发生联系 那么就很少和西欧去发生联系 所以俄罗斯人和西欧之间呢 就存在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宗教障碍 那么后来呢 以后呢 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入侵和占领 那么俄罗斯受到东方的影响 越来越多 而越来越远离西欧 远离越西欧 这个就是俄罗斯 在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 为什么他地处欧洲 但是呢 他在思想文化政治多方面 就这些诸多方面 都很少有西方气息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种局面呢 直到后来彼得大帝改革以后 才走向西化 才得以改变 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拜占庭的文化 最能体现拜占庭的艺术成就的是 他的建筑艺术 尤其是宗教艺 宗教建筑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个拜占庭 非常有作为的一位皇帝 他是丁尼一世 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 他在位期间呢 曾经不惜耗费国家巨资 建造了归立宏伟的 圣索菲亚大教堂 他真 据说他真掉了全国的 这个能工巧匠 从世界各地进口了 最好的建筑材料 历史五年 终于建立起了宏伟的 圣索菲亚教堂 那么这座教堂呢 也是成为拜占庭建筑艺术的 一个杰作 那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 罗马式的建筑 那么他们 罗马式的建筑 这个一般是长方形的 所以他的基督教教堂 也是长方形的 所以宽敞的殿堂呢 是有利于进行宗教活动 我们也讲的 罗马早期的建筑呢 是有穷顶式的建筑 对吧 穷顶的 所以圣索菲亚教堂呢 就把穷顶的建筑 和方形的这个建筑呢 都合二为一 所以他表面上看起来呢 是正方形的 那么他雄伟的大厅的中央 是一个高高的这个穷顶 高高的穷顶 那么中心的这个穷顶呢 距地面有五十多米高 有五十多米高 然后呢 可以看到 这个是他瑰丽的内景 然后他非常巧妙的 为了解决光线的问题呢 在顶部呢 设计了一圈 四十多个 这个四十个拱形的这个长窗 就解决了这个大厅的采光问题 所以在任何一 就是白天的任何时候 阳光呢 都能够照到这个教堂里面 那么他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内部空间 据说可以容纳将近万人 同时进行祈祷 这个在古代世界呢 是是最大的了 而从这个教堂内部的装修来看呢 我们刚刚也看到是非常的富丽堂皇 他每一寸的空间都用彩色的壁画 或者是镶线画装饰了 还有金属制品 非常的富丽堂皇 那么圣索菲亚教堂 是拜登廷建筑的这个典型的代表 那么他对后来地中海各地 以及东欧地区的这个建筑风格 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俄罗斯 后来在乌克兰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希腊亚等等 这些国家都可以建到 就是地中海沿岸各地 都可以建到半战亭风格的建筑 这个是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 这是莫斯科的圣华西里大教堂 这个也是半战亭式的建筑 那么这是俄国的圣彼得堡大教堂 这个是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 大家仍然可以看到 这是这种穹顶的那种建筑风格 拜占庭艺术的第二个结束代表呢 是镶嵌画装饰艺术 色彩斑斓的镶嵌画艺术 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呢 达到了这个顶峰 顶峰 那么镶嵌画呢 主要是用来装饰墙面 或者是顶端 或者是顶端 上部或者是屋顶 屋顶 那么它对施工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这个那么它首先呢 是那些工匠们要在砖石垒起的 这个粗糙的表面上呢 用先用灰浆抹平 然后再用石膏打底 再在上面呢 画画的画画 然后勾入出线条 并且注明 每一个部分是用什么颜色 那么就专门去采集 各种各样颜色彩色的石块 并且呢在专门的作坊里面切割成 一厘米建立方的那个小石块 然后呢 按照不同的颜色装箱 再运到这个施工的工地 那么再根据上面那个颜色的那个色彩 来一块一块的这个镶嵌进来 那么镶嵌之后呢 还要用金箔金丝 来嵌的那个缝里面 最后呢是磨平 最后来磨平 所以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处理的 那个镶嵌画呢 在光线的照耀下 光彩夺目 这个阳光的照耀下的光彩夺目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镶嵌画的 这个制作呢 都非常复杂 而且非常耗时 耗功耗力 各种各样颜色的石料呢 需求量都很大 右边就是金简金宝 圣索菲亚教堂的一个神坛穹顶的那个装饰画 据说呢 就光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镶嵌画呢 就用了250万块用金粉涂抹的石料 然后还有些其他的这个石料 所以它的那个工作量是可想而知 而镶嵌画的主角呢 一般是以宗教人物为主 那么我们左边看到的这幅呢 也是圣索菲亚教堂的那个壁画 他们比如说都强调这个宗教人物 另外呢 还有两幅杰作 这个呢 是在意大利的拉沃纳教堂 一所教堂里面的这个两幅壁画 这个镶嵌壁画 那么这两幅壁画分别表现的是 皇帝查士丁尼与随从 以及呢 皇后迪奥多拉与侍女 那么他们的色彩呢 都非常鲜艳 也金碧辉煌 特别是皇后的这一幅 她和侍女们佩戴的首饰呢 多了一些珠光宝器 这两幅画呢 都把主要人物放在中央 他们的神态和地位呢 也等同于圣徒 所以这两幅呢 被认为是这个 拜占庭镶嵌画里面的杰作 那么拜占庭文明 就其发展水平而言 不能和古典时代的 希腊罗马文明相提并论 但是拜占庭文明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 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它对于西方历史的发展 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那么首先呢 拜占庭帝国的存在 抵挡住了伊斯兰教徒 以及中亚游牧部落的入侵 保卫了西方文明的独立性 所以金士坦丁堡在十一个世纪中 始终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中心 第二 拜占庭帝国 没有遭受到日耳曼蛮族的入侵 所以它保留了大量的 希腊罗马的文化真品 而且呢 拜占庭的学者们 也大量地操录了 古代希腊罗马的学术著作 那么这些学术著作呢 后来又被阿拉伯人 引进翻译 保存下来 那么到十二十三世纪以后呢 又传回西方 所以这些保存下来的 古代的希腊罗马的 这些学术典籍 这些思想 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那么之所以后来在中世纪 那么历经了这个蛮族的入侵 文化凋敝了年之后呢 西欧人后来还能够了解 百拉图的著作 能够知道亚里斯多德 能够知道河马史诗 知道这个希腊的戏剧 这些呢都应该归功于拜占庭 归功于拜占庭 那么就是由这个拜占庭帝国 保存下来的这些古典文化 对于后世西方的文艺复兴 功不可没 那么拜占庭文明的第三个作用呢 在于它传播了基督教 它使得包括俄国在内的斯拉夫世界 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因此呢在人类文明史上 拜占庭文明起了 成前起后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我们通过对西方历史的源头 这门课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古代东方的遗产 对于西方文明的滋养 了解了希腊人的注重理性 追求卓越 追求完美 还有呢 罗马人严谨的法律 辉弘的建筑 罗马的共和政体 以及罗马人建立一个 世界共同理的梦想和实践 还有基督教的产生 及其传播发展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 以及中世纪英国 王在法下的宪政传统 这些呢 对于近 这些对于近现代西方历史的发展 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呢 我希望我们这门课 对于同学们以后 准确地理解西方历史 加深对当今世界的认识 有所启迪 有所帮助 谢谢各位 请就订阅 co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